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诶 那请报告人 那个去找 对吗 好 确实我 我必须要承认 大家也有很多 也有相同的感觉 你要follow李老师的演讲 是蛮辛苦的 尤其 我们常常会被他那些 有趣或讽刺的语言所吸引 有时候会 忘掉他很严肃的那种面 我也承认 台大的法学院 院术是一棵原子树 这很干我屁事 我没有放到这个地方 好像他刚刚的表情很不可原谅 这样子 我仔细想想 我刚开始也被他振住了 我觉得很惭愧 我想想第一 我又不是台大的毕业 我又不是在台大的教书 我怎么会知道有这种事情 而且我的研究 我的研究室啊 我的上课教室又不是裁法圈 我为什么要知道他们有一棵院树 很多人在那边尿尿 那不过呢 我确实有觉得啦 就是说 等他不在我再讲好了 那我觉得 如果我在念书的时候 台大有一个礼貌生 我会很想当台大学生 我在教书的时候 台大有礼貌生 我会很想当他的同事 这个 但是意思说 如果他是在成大 我就很想去成大 他如果在文化 我就很想去文化 这个是我有一个真正的感受 那 刚才老师的演讲 这种大师的理论说完了 我现在才知道 本来我是主持人 你知道吧 因为原来 我看那个Face聯盟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找一位理论的老师来谈 然后再找一位实务的大师来谈 那在这个时候 像我这种哪个都不是的 我就当主持人最好 因为我当主持人 一定会比黎锋镇更尽责 他几乎就是坐在那边 我也有捐回去 那 那 这种 然后我又不能做的攻击 那个双凤 双凤今天夹凤 他的海报做的是不好的 应该黎锋镇放在中间 这讲一个男性的头发的变迁 这个时候才有夹凤的味道 但是 光讲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撑二三十分钟 所以 只好 谈一些跟死刑有关的一些现实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面对大师的理论 除了想不好去了解吸收之外 比方你要做一个评论人或是宇台人 你只有以简欲凡 然后以意破难 他讲最难的东西 我来讲最简单的东西 来跟他对照 那么 不过即使如此 我也是要稍微follow一下老师的一些讨论 老师从这个复科的生命正式谈起 然后 讲 一路上一直讲 讲到这个阿刚本内格里 然后最后讲到他自己 甚至当然 最后也把那个班亚明也都拉进来谈 那这事实上是相当的 一贯人的思路 那我说那我们要以什么东西是简 或者是容易理解的东西来面对 老师提出来的这种挑战 最后要求我们要 有一种就是说 统治者不能界定的声音出来 也就是说老师 他口中的革命要怎么做出来 你要是全部都要做这么沉重的思想 那大概最后就 我相信绝大多数人 聊这个警察 或者说是一个法官 那可能没有办法 从这地方去衍生出 他在实务上应该怎么做 所以他必须要四次头来问老师 就是他就变成迷赛养 他就变成那唯一的大协责 那这也是很危险的事情 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听到了 这种病理的解析之后 有些我们能够做的呢 我顺便来打个广告就是 商周的那个人与法律系列 最近又翻了一本新的 叫做就是阿玛蒂尔 神恩的正义的理念已经翻出来 那就是林洪涛亲自翻译了 我因为我昨天在帮他写一个推荐序 所以也许我们可以follow这个东西来谈 神恩的理论呢 就跟我们刚刚说的那些东西完全不一样 你看看说像 如果当你要 我们台湾要出版一本翻译本 在讲John Rawls的正义论 要讲黑格尔的某些法社学 通常我们都需要 或者自然不可避免 会请所谓的专家学者来写一遍漏漏场的导论 帮你分析、整理 然后提纲、解决、解决的去了解 但是神恩这本书呢 其实不需要 你大概想问的问题 他都帮你想到 然后都帮你解决、回答 你接不接受这一位也是 但是至少你知道他要谈什么 他是一本非常亲切的书 这本亲切的书 其实就是坦白讲 我认为这就是实物性的一本书 我们刚刚讲的生命政治 我先来 因为我这是老师一边讲 我一边拼命在做笔记 然后再 先讲一些比较临散的东西 最后把它整理起来 生命政治跟死亡政治之间 确实我们台湾感受到生命政治 是比较晚期的 因为整个亚洲社会里面 通常帝王他的权力最高峰就是把你干掉那一刹那 所以他在把你干掉之前 他想去办法去在公众上羞辱你 让大家增加印象 但是这个是一个前进代的权力的掌握 所以这个权力的掌握是很弱的权力 因为你只要不怕死他就拿你没比调 现在的方法就是说 从这个妇科谈到的生命政治以后 可以典型的最早对这个近代的这种 启蒙主义以后所可能发展出来的这种统治 提出一个最全面性的反省 而且是觉得很恐惧的 几乎是已经完全绝望的一种方式 就是说生命的政治事实上是从你出生到死亡 全部都控制 甚至到你死亡之后 你还能存活生物上存活的器官 都还有可能被他支配 所以这是一个全面性的统治 而且用全面性的统治手法 一旦被发现就无法回头 已经再没有办法回到过去那种死亡的政治 而且现在几乎不管你是民主国家 或者是非民主国家 基本上整个人类世界就是一个生命政治 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要怎么去面对这样一个状态 事实上可能的方法 就是要在某很多细节里面去注意 也就是说你看我们不谈法国人 互科也不谈意大利人 安嘎本或内瑞 我们来谈印度人沈恩 那么对于这种生命的支配 为什么要讲到沈恩呢 我取一个例子 沈恩他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书 是在讲认同 identity 他讲认同与暴力 讲到有一种迷思 所以是destiny 我们觉得最终我们都会属于某一种 都有某一种属性 我们属于某个团体 我们是祖宗是不能选择的 所以最终 你所有的价值 你都要福音你所心目中的祖宗 像这种东西他在破解这个祖宗 所以他 我记得他那本书里面 他就有谈到 他说 我教授 我是一个印度人 印度国籍人 不过我是从孟加拉来的 我们祖先从孟加拉来的 我是男的 但是我支持女性主义 那我虽然是异性恋 但是我是支持同性恋的权利 我喜欢写书 研究梵文 我是一个 我没有什么宗教生活 但是我们家里是印度教徒的家庭 我爸妈是印度教徒的家庭 那我不相信有前生 我也不相信有来世 那这样子好像一个正常的状态 这样说 我对自己的认同 告诉你说 人是有可能有各种复数的认同 那这种复数认同 他一旦 这样讲就是在淡淡 留在我们台湾的时候 你觉得这是很普通的事情 或者你可能因为你是很正常 所以你觉得普通的事情 但是不正常的 他立刻 如果是一个不正常的统治状态的话 那这就不是普通的 是杀生之祸 你在某些国家主张同性恋的权利 那就是死刑 你在某些国家主张说 国主是可以认 认同是可以自我选择 那就是叛国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有些事情在实践上也许没有那么难 他事实上 就沈恩告诉你在讲什么东西 就是说 你要入了这样一个正常的社会发生 就是你要有自由意志 有个选择自由意志的这种可能性 最终会怎么样 我们可能不晓得 其实像老师讲的这种最终革命 他也是后来会重新 他也是一个动态 不断动态的过程 当那种没有意义的声音 重新赋予自己意义 然后创造出新的意义 创造出新的统治之后 他仍然有到一个极限之后 他仍然还会再浮化 但是并不是一个 我们说什么超伟地结构 好像永远在一个totology的那种状况 不是 而是因为他就是能够保持 让你 当你快要出问题的时候 或是已经出问题的时候 我还有办法让你再来一遍 这基本上 这种奢生不息的力量 其实那蛮重要的 也就是说你要创造 所以我们对于这种 刚才老师的解释 可以说对于一种 他心目中有这种不义 或是说正义或是不正义 已经可以淋漓尽致地解释到 宗教 或是哲学的信任 这种问题都已经解释到有几点了 但是呢 在实践上 也许可能没有需要这么困难 可能不需要这么困难 你只要保持一个动态的可以消除不义的 你持续消除不义 只要不义发生 你就可以消除了一个动态的过程 而且这个动态的过程里面 他只需要什么 他需要的都是常识 common sense 的人 这个常识 当然前提就像我刚刚讲 像当神恩在表达 他有各种复数的identity的时候 你都会觉得天经地义 他这样讲的都是理所当然 说你就是一个常识的人 以这个作为一个基本例 就算你觉得不快 但是你也觉得他有权利选择 而不会说去封锁人家的意见 这就是很重要的事情 像老师这种雄辩的思想家 其实比较少 在历史上 我们在形式上看到最雄辩的 通常都是谁 都是极权的人 极权的人不让你讲话 所以他就很最雄辩 他不管讲了多么激烈巴巴 他都很雄辩 所以你在这种状况之下 你只要让他无法极权就可以 所以一个动态的过程里面 他没有一个必然的答案 没有二选一的答案 费死或者不费死 但是他容许 但是他容许什么状况 他容许让大家 能够在资讯充分公开 不受外力干扰 没有因为无知或者是私欲 是因为处于自己的私人欲望 或是说集体的利益 比方说检掉的利益等等 或者是说受刑人的利益 或者是说等等这种 法院的集体的利益 都没有 而是一个 我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观察者 要承认强调的 你就是像亚当史密斯里面 他的道德情感论里面 讲了一个公平的观察者 如果 这个问题你要判断的时候 你会判断的时候 你是用别人 如果别人在判断你 大概会怎样的判断 非常公平的 你不需要把我们刚刚这些东西都把 这些会影响公平判断的事情 你把它排除在外 大家都被一个公平的观察者 就OK 那公平观察者 要怎么样才会越来越多 就像我刚刚讲的 你要有开放的资讯 完全开放的资讯 你不会像内政部件 大概给你放假消息 比方说要按指纹的时候 就骗你说 英国已经这样做 美国已经这样做 然后你后来去查证 没有一个国家这样做 但是他干扰你 那他或者说 他不让你看到 他不让你越卷等等 他这个问题都排除掉 这个技术上都是可以排除 都是可以立法的 那你也不要这样愚蠢的 这个立法员 你不要选愚蠢的立法员 那你选出来立法员 讲话得正常就可以 他就算他偶尔去威格也没关系 尤其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对象 他令人讨厌是因为他去 然后他又要说人家去 这是未善的问题 这个未善也可以把它驱除 所以我们的目的 其实就是要面对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是开放 我们答案是开放 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要尽量做到公平的观察者 所以你会发现 绝大部分影响某个议题 包括死刑问题在内 会有时候引起对立 这个对立大部分 大部分都是被操作出来 这个操作有很多时候 甚至连操作者本身 他自己的 因为他的无知 和愚蠢也有可能 但绝大部分都不是因为 无知或愚蠢 而是因为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让某些重要的议题 这个重要的议题 一旦能够被厘清 或者说能够通过我刚刚讲的 公平的观察者的集团 去把它弄清楚 这种公平观察者越多 那么对于统治者越南统治 所以他必须要想法 让愚弄你 如果不能愚弄 就是他其实让你无知 如果不能无知 就愚弄你 如果不能愚弄你之后 最后才能够镇压你 但在中间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分裂你 那你去对立 那些公平的观察者不能被愚弄的 好 也不能被煽动的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就找一些 比较不公平的观察者 让他来煽动 来煽动这些人 然后利用这些人去打 头脑清楚的人 通常头脑清楚的人 挨打的时候 反击都比较温和 所以这也是很大的重点 我们可以煽动人的仇恨 比煽动人的爱情来说 就是更容易的事情 那所以你如果照这样来看起来 其实 当然了 通常我觉得伟大的思想家 都是因为他对于人性 一开始就是基本的 彻底的没有信心 或是看得太清楚的人都会这样 因为看得太清楚的人 他如果 如果他还有一个书写的机会 他就会把这些东西把它写出来 但你写出来 你看完以后通常你都只有痛苦 你没有救赎 我觉得李大师是一个很耐死人 因为他还想不讲性骂 给你讲一些他自己都不太相信的救赎 为什么 因为看得太清楚的时候 自信上是必然一定会悲观的 但是这种东西没有 你也许这种自信上 对整个人类的悲观 你会因为回家看到你的小狗 感到高兴 那一刹那快乐是真实的 那这两者到底谁 哪一种感情比较珍贵 我觉得 要是我 我问你有笨一点 天天回家看我们小狗 我很高兴 我天生聪明就没有办法 所以他又会面临其他一些道德上的选择 要说你要嘛 都是这个做 所以冯光源做国宝级的白木 冯光源的白木 其实他如果是国宝级 那这个叫做世界遗产级 但是做这种白木 当然是很威胁勾搭 因为你又要当白木 又要能够 让你的人生走完 是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有时候又要装作乌龟 装泉乳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人犬如也是狂犬型的 那么 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刚刚回过来讲 就是说 如果往那个方向去走 你会越来越稳不准 所以你应该回过来 变成一个正常的人 好像沈恩说的这样子 那么 再回过来 因为今天这个场子 毕竟是废死论坛 我们再回过来讲到废主死刑 这个所谓的废主死刑 也是一样 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情形 就是说 这个社会好像 现在呢 法务部跳出来告诉我们说 社会上有两种 一种叫做废主 主张废主死死 一种叫做主张反对废主死 可能创造一个新的名字 叫做反废死 然后那你说 法务部你呢 没有我是公正的第三者 我跳在外面 那这个东西其实在 就是说 我如果只身陷在死刑这个议题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本来就是论有百费时 你怎么讲 老师你怎么可以说 这是被操作 因为一个统治者 不会讨论只有有关死刑不死刑的事情 坦白讲 在台湾所遭遇到的 如果纯粹从那个议题本身来看 讨论死刑存不存在 根本就不是台湾现在所遭遇的危机里面最重要的事情 因为实际上你会死掉就是那些人而已 就是很少的人 纯粹就成本效益来看 从那最比较粗糙的经济学角度来看 花那么多的力气来讨论这个 显然是浪费 可是废主死刑因为它可以 你看看它的废主死刑 反废主死刑的理论 不需要承担太重大的理论 很简单的输出感情 输出我们的人类 输出的正义感或是恐惧等等 但是你要承载废主死刑的概念的时候 你连李老师他们这样的深层的理论都可以存在 也就是它实际上你会藉由 这个所谓死刑是不是应该废主的理论 你可以看到更深层更广的东西 你可以广 而且在这个时候统治者是绝对不会败的 你废主死刑 它也一样可以实行 遂行生命统治 而且可能更惨道 那你保存实刑 那你减少它的成本 它都没有它都不会输 所以你要讨论这东西目的在哪里 透过对生命的理解 或者说你对生命的态度 你开始扩展到其他实刑之外的 其他的不公不义的事情 那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一个动态的过程 那沈恩说这种东西就是这种所谓公共的reasoning 就是推论、讨论、论理、讨议 这些东西 像我们刚刚讲的 你像今天说Dub的事情 或者说洪中秋的事情 我们大部分看到一个最大的状况 就是说 那个公平、公正、开放的 不管是讨论、参与、或是情报揭示、 资讯的揭露、或是说决策的参与 从中到尾都是很糟糕的情形 它都没有得 都是不对的事情 它有一大堆不对的 很恶劣的做法 去得到一个结论 那我们现在知道结论是不对的 我们现在攻击那结论 但是攻击这结论 并不需要导到弥赛亚人的内容 我们就这样回过头来说 刚刚那些东西全部都规不到你正常状态就好 你并没有必要说 因此对人性整个悲观 而造成要有革命的状态 你就把这些事情改过来就好 当然也有人会想说 连就是因为改这么简单的事情 都很难所以才要革命 那这个也对 所以我说 像沈恩他的这种理论 就是对于这种正义 不下完美定义 对于自己的学说 并没有自恋到 不需要能够 有original到 被称之为大师的 他只是很诚实地告诉你 我要怎么干 他甚至也很诚实地告诉你 其实我们知道 沈恩他后来还当了 Cambridge的三一学院院长 他以前在当院长之前 他在三一学院负责当宿舍的老大 也算是相当大 但是因为他是印度人 所以有一次他去 在那波敦机场的时候 进去说 被人家问 蛤? 因为你是印度人 你长相就是外国 你怎么会跟Cambridge有关 他是写说他是宿舍的管理负责人 他的住址填 我在剑桥三一学院的射箭 然后那个警察 第一个反应就是问他说 你跟那个射箭是好朋友吗 他大概不会想说你就是吃射箭 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样 他就不知道他要怎么回答 我跟我自己是不是好朋友 所以他迟疑了很久想想 我当然跟我自己是好朋友 不然我就很难活下去 所以他就说对 那是因为他迟疑了几分钟 所以他就被带走 所以他在写的时候 反过来写得非常简单 但是实践上去 事实上就这么困难 原在英国 他要证明他自己是一个超越人种的 就像他自己的书写上自我介绍一样 在他的书写的正常世界里面 本来像这样的表达是完全正常的事情 但实践上他不经意的高分以后 其实很困难 所以这个时候就回到说 他不是理论理解的困难 而是实践的困难 因此在废止议题里面 办这样的活动 让我们增加我们对理论的理解 事实上是额外的收获 但如果你因为这样的理论 而受到打击的时候 那就是不对 其实正好是相反 这个选择 就像沈恩刚刚讲的说 从认同上 我为什么可能有复数的认同 除了很多是自然的发生之外 其实还有更多是他的选择 所以如果我们来谈什么 我们除了一些比较讨好的 比较大众容易了解的 熊变滔滔的 我们刚刚讲的 有时候熊变滔滔 很多经营是不正义的人 因为他禁止别人讲话 那有些人当然是有特异功能 他可以熊变滔滔 但是熊变滔滔也有一种 在in between 介入其中的 比方像Sandle 那个桑德尔 今天那时间在台湾很红 我不是说他的东西很糟糕 不是 我意思说 桑德尔他就是一个commuterian 他是一个共同体主义者 社群主义者 其实像沈恩他 至少从我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他们两个的看法 他们基本上是完全不一样 你会觉得桑德尔他们这种人 他是很强调说 你的认同是透过认识以后去得到 可是沈恩完全强调说 是自由意志全身 这两者其实落差很大 因为你一旦认识 就是一个东西可以可被认识 就是客观的东西 客观的东西 一旦你发现你的祖先 通过你的认识 发现你是客观上不可改变 你就是中国人的时候 你就完蛋了 就这点来说 你在想想看 Sandle也是这样 他是一个非常棒的 辩证法的一个例子 他写了一本 钱买不到的东西 然后赚了大钱 就这种而言 我有听到一些可敬的朋友 他们对于说 为什么桑德尔来台湾的时候 他旁边会站一个朱学痕 觉得很不以为然 我觉得天晶天照地设啊 一个大Sandle 也可以带出一个小的Sandle 如果出现人有那样的sense 他一定会成功啊 跟他比较起来 Sandle的东西 反而我们会惊讶 他在讲述课堂的那些技术 辩论术 或者是让社团热闹起来的那些东西 但是沈恩 你去看沈恩 他正好相反 就跟你平平实实的告诉你 怎么做就对了 就这么简单 他为什么没办法做 你就知道有些问题 把他弄得很困难 其实就是这样 他没有办法convince你嘛 他也没有办法正当化自己 他就confuse你 把你弄得糊里糊涂 法律当然是最明显的东西 其实你说 为什么我们常会说 在法学院教的书 跟实务上 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落差 很多老师很心痛 我怎么会教这种学生 什么 是因为你教的太难了 人家最高考验就很简单 能听话就对了 你只要这么多说 还不如最高考验就说 这样就OK了 你听老师说 你只能在他考试的时候 他可以得到高分 听我的说 你至少可以走完人生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形 我们再回顾来看 那为什么Sunday 会受到台湾的 很奇妙 一方面你觉得 他觉得他是个自由主义者 然后台湾受到欢迎 说台湾是个有救的地方 可是其实不见得 因为Communitarian 他告诉你说 你认同是透过认识而来 而认识 我们台湾的历史里面 你对于你认同和认识 通常他是强制的教你认识 而不是你自由选择的人 你认识 前近代那种传统社会的压力 跟近代之后的 那种国家垄断教育 教导你的很不一样 在经验上 你说现在还在谈什么日志日剧 就是表示这个戏码又回来了 那我认识既然 都是透过这个被强制 你不自觉是被强制 你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这种 就算你个人因为你是 你是同志 然后你因为受到迫害 你要出来争取自己的权利 也要经过好久好久的 而且辛苦的决断 你不会很自然说 我喜欢吃拉面 我不喜欢吃泡面 那这中间没有需要道德的试炼 那这些道德试炼方案上面 都没有任何的意义可言 它就是增加你的困难度 那我说神恩的做法就是说 你创造一个消除不义的 而且我们这个不义 不是一次把它全部解决 不是一次大革命 我们就是 这里有不义 就稍微把它解决一下 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状态 通常你会发现 没有那么多的困难 你不会因为说你是印度人 你是中国人 你是爱斯基摩人 所以你家的房子被拆了之后 你都不会觉得感伤 所以强调那种集团的认同的时候 通常他就是要负责 把你怎么样在这个社会里面 或者在这个世界里面 把你故意区分了 你是美国人或什么人 区分了集团的认同 他的后面准备就是战争 所以为什么要强调说 个人的重要性 破这种集团的认同 同样的道理 我们在台湾也是一样 我读法律 我完全无法接受的就是公益 公共利益这个概念 明明我们是个人主义宪法 怎么会有公益 你要主张公益 你要有主张公益的举证 不许要接受严格的考验 任何的考验